哈喽大家好我是RT WWF美国世界摔角联盟 大概是许多青年级男生都经历过的一段黄金时期 以前电视除了看卡通以外 就是打开卫视台看咱们Robin大哥转播的 WWF美国摔角 大家都是从小被Robin拱海主大哥带坏的笑话 什么喉轮落啊 墓碑落下记啊 Rock Button啊 全部都拿来招呼自己的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不过也正因为美国的摔角选手们 都有各自精彩绝伦的绝招 才造就WWF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而他能够在台湾发扬光大 全归功于咱们的Robin大哥精彩绝伦的转播 那句 可说是搞笑到了极点的一句转播 像这类转播就是要时不时穿插台语才够接地气 就像我之前做过的那部格斗雷台一样 不过摔角当年在台湾也不是毫无主力的 以前媒体也是各种乱带风向 像我就同样被我爸限制 不准看这种暴力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怕小朋友去模仿 但是就算到了现在媒体 依旧是各种乱带风向 真的是狗改不了知识 不过真的要单手把人抓起来猴伦落 还真的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就像你看灌篮高手也没办法看完就飞上去用头撞篮框对吧 不过老话还是要说 看归看真的不要去随便尝试模仿 那些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 而且就连训练有数的他们都常常会受伤了 先不说以前网络不发达的时候 观众无从查证只能被媒体各种乱带风向 到了这个群魔乱舞的网络世代 现代公民更应该具备自己分辨好坏的能力 家长也更应该主动教育小孩 如何辨识真假有什么是危险的 而不是一昧的禁止观看 不然就是自己不交出了事才出来怪东怪西 我这小孩很怪 都是可比小王带坏我这样的小孩 我还不直接给你一记滴滴踢 而WWF其实就像他后来转变成WWE那样 那个E就是Entertainment娱乐而已 而他之所以能够这么流行 就在于他是职业运动又是一个娱乐 除了各种夸张到爆的赛事 什么牢绒战什么椅子派对的 再加上各种导入编剧系统的剧场 毕竟单纯摔角会相当小众 加入各种傻狗血的剧情 就会引来各种讨论度 默默的望向台湾的那些八点档 不过这些都不是今天的主题 咱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WWE里面相当有分量的一位选手 那就是宋仗者的弟弟Kim 两位同时也都是侯伦诺的绝招拥有者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不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哟 那咱们的Kim本名是格尔文汤马斯雅各斯 最早的时候其实是Angus King这个艺名 在他20玩伴经营的摔脚鞋会走跳 甚至还一度进入USWA挑战当时的王者 杰力饶了胃果 后来亚克斯又以Bruce Thomas Dino的一名 转战WCW世界冠军摔脚 还曾经跟当时相当有名的世界冠军Steam大战过 虽然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都是因为这个Steam实在太猛 在当时追悔场电视转播的比赛中 仅凭一几之地就干掉当时也超红的Hulk Hogan 跟当年的屎对头Rick Flair 在后来亚克斯只好再换一个艺名 Seed Powers跑去打国际冠军摔脚 结果才打没机场又改名叫Doomstay跑回USWA 甚至还曾经以真名参加日本的藤原主职业摔脚 不过这些经历并没有让亚克斯大红大紫 一直到1995年那年 他以阿尼彭的一名与AI Snow组成双打 在田纳西州的SMW走跳 而这一次的装扮 你应该就知道是什么的前身了吧 后来亚克斯也在这里夺得了他的第一个冠军 不过是SMW的双打冠军 而他们的亚克斯其实早在这里 就跟他未来名义上的哥哥 The Undertaker 在Super Bowl大赛里面打过了 而且还被他未来名义上的哥哥 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而亚克斯在SMW最后一次亮相 也就是跟SERS双打组合的最后一场比赛 输家离开城镇比赛 这是当时美国职业摔脚常用的套路 藉由这样的手法让职业摔脚选手 名服其实的跳槽或者休息一段时间的手法 而这一场比赛就是让亚克斯跳槽到WWF的转列点 不过接下来亚克斯并没有马上以Ken的身份在WWF活跃 而是以Mike Annabon的身份打比赛 后来甚至还要去演竭力劳勒的诗人牙医 Isaac Yankan 一个被塑造成恶心又可怕又高又壮的人设 而劳勒雇佣他都是为了摆脱树敌Bretton Heart的骚扰 基本上就是一个丑角的存在 因此作为一位摔脚选手 不只要会打会摔还要会演戏 着实相当难生存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堆美国摔脚选手 都跑去演电影的原因之一 后来本来在WWF以DISO为义名打摔脚了Kamenesh 因为又跳槽回去WCW 搞得WWF硬叫亚克斯使用DISO为义名 来嘲讽Kamenesh 殊不知观众们并不买单 还因此给了他一个FakeDISO的绰号 搞得他只好暂时搞回老本行Anabon 又回去USWA打打比赛 还被他打了个重量级冠军 后来1997年亚克斯再度回归WWF 就是以那个恐怖与猪灾火的地狱化身 Kamen来重出江湖 真的不得不佩服WWF 很会包装选手跟玩各种噱头蜥蜴目光 而且每个选手还都有自己的出场乐 甚至Shan Michael的出场乐 还是他自己唱的 真的很会玩 更别说Undertaker当时还要在名义上的爸爸经纪人的脸上 玩上一发火球 这是钱很难赚啊 后来又在各种剧情的铺陈下 名义上的爸爸终于公开透露 Undertaker失散多年本该始于火灾的弟弟 Kamen要来WWF挑战他 甚至还让Kamen一来就在第一场地狱牢笼赛里 把那个Shan Michael当狗仔打 直接就被当成了经验包吸收 基本上就是布袋戏跟动漫的一贯套路 心脚为能 艺术场都要各种屌虐对手 这招在骗能花钱买游戏角色的游戏上也是非常好用 然后就看人气高不高来决定贬弱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让Ken各种背叛哥哥害他失去WWF冠军 而斗得死去活来的八点档剧情 甚至还玩起了把哥哥锁在棺材里点火的戏码 堪称当时WWF的两大台柱 而他们两个玩最大的一场比赛就是传说中的地狱火比赛 只要谁被烧到谁就算输 最后当然是Ken玩起了红烧鸡翅膀逃离现场的战败结束 后来兄弟细祥的剧情玩腻了 Ken又开始玩起了双打的组合 先是跟哥哥的死对头Man Kai组成双打 还赢得了两次WWE双打冠军 后来两人闹翻后Ken终于跟哥哥结盟组成传说中的会灭兄弟 数字好景不长 马上又因为剧情需求换Undertaker背叛他的弟弟 再度引起了兄弟细祥的烂戏码 搞得Ken又要去Undertaker的比赛捣乱 弄到最后公司还将Ken送进了精神病院 让亚克斯演员去精神病院休个假 好好放松放松 后来在复出的时候居然还获得了一个女朋友 兄弟戏长的剧情已经不好玩了 公司终于开始玩起了爱情戏 后来Ken甚至还跟The Rock还有Undertaker一起合作过 那又是一场精彩的大战 数字扎门Ken的女朋友还不止一个 后来他爱上了Lita 结果惨遭唾弃 甚至还演了一出绑架Lita的傻狗血戏 也是令人笑到喷范 Lita当时有个男朋友叫Matt Hardy 最后Ken只好跟Matt Hardy在比赛中争夺Lita 赢的人就可以娶Lita回家了庇库招亲 最后还由Ken获得胜利 并在下场比赛举行结婚仪式 可想而知的马上又被Matt Hardy暗算 但是Ken还是不慌不忙地把他给丢下了雷台 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血缘算的弟弟Jep Hardy 每次出场都会玩荧光剂 真的是非常帅气 不过这人实在是太会闹似 又是吸毒又是酒驾了就慢慢地消失了 再后来的Ken依旧跟哥哥到处热是生非 就这么玩了十来年玩都玩不腻 不过在2014年的时候 倒是演过一回的WWE的经理人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但是跟Triple H那种真的当上执行副总的 又是两回事了 后来2018年最令人惊讶的还是 早在2008年雅克斯就积极地一边摔角一边参与政治 终于在2018年通过了共和党的内部选举 得以参选家乡田纳西州诺克斯县的市长选举 想不到吧 摔角选手居然跑去选市长 就当所有人都看衰他的时候 他终于以66%的高票调虐他的对手 而且在他当市长的这段时间 他还是继续在摔角界里各种上场比赛 甚至还在2021年入选WWE名人堂 最后还在去年连任市长成功 这是什么精彩绝伦的人生经历 昔日的大红机器居然还连任市长变成大红市长 他在WWE里几乎面对过所有出名的当红选手 什么三倍H的阿布克提啦 You can see me又非常喜欢吃冰激凌的造型呢 几乎没有一个没被他打过的 就连电影他也演过六部 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有趣人生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我是阿T 我看你是没被喉沦落过 我们下次见 拜拜